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主要希望可以帮家属 減轻他们的事件 带来他们的伤痛 看到超过20具围体 当时的感觉非常震撼 什意 在异越发生的埃及热气凶难中 最终变弹预害者便称如此 也还有发动 章持�승 其实 cuholder 及格树 其实这次变弹小组 及到埃及有什么工作目的 以及事先有什么 rud gan 你好伯 Chargeいников 我们在灾难预害者便称组 this time delolative 是集中人在这次的事件 最主要 到达开座 帮助遇难者的家属 辨认他们亲屬的遗体 事发放在廿风 视 stakeholders 我们在 �lam 我們在短短的24小時 在28號就到達了開羅 展開我們的辨認工作 我們DVIU的組織 是無時無刻保持著高度的機動性 隨時到達災難的現場 去展開辨認工作 在出發前的4小時內 我們要安排好 辨認遺體所需要的裝備 譬如保護衣、手套、面罩、相機 登記的標籤和文件 所有的裝備都是根據 國際刑警組織所要求的標準而安排 阿Sir,這次在埃及工作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事件? Sami,有的 埃及跟香港不同 埃及當地人一般過世後 會在24小時內安葬 他們當地醫院都會比較少 一些存放屍體的地方 所以因此我們就需要 走訪四間不同的醫院 去做我們的辨認工作 令到加長了我們這次工作的時間 另一方面 由於當地我們開始做的辨認工作 就在凌晨時間開始 我們一直做到翌日的早上 我們的隊員和家屬 大家都身心俱疲 但是我們都盡量很快地 完成了我們的辨認工作 阿拉伯國家的人 是嚴守他們宗教的要求 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是不辦公的 由於得到中國駐埃及領事的協助 他們破例在星期五辦公 加速了我們工作的進度 在我們到達開羅24小時內 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輪的辨認工作 災難遇害者辨認小組的職責 就在出現重大傷亡的事件裏面 辨認死者的身份 他們都是以兼任形式擔任的 他們的政職就在不同的警區裏面 擔任刑事偵緝工作 所以他們在接受刑事偵緝訓練的時候 也接受災難遇害者辨認的訓練 我們一起去看看他們接受訓練的情況 中間接受訓練的訓練 我們一起去看看這次的訓練 他們有成功的訓練 我們ほ來接受訓練 整個訓練 接受訓練 我們先從事實ali 去遲 guides 出現一下 出現一步 招待一下 對手 好 各位DV.I.U的同事,大家好 今天轉到赤立國國際機場的現場 首先,簡介事件 今天的事件,如果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 發生在昨天的2012年11月21日 有一輛航空公司的客機 在中午大約12時30分時墜毀 客機有大約350人 我們已經找回了大約200多人 現時估計的失蹤人數大約還有130人 首先,A1會由17天負責,可以嗎 可以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好,GO 大家現在看到的 就是災難遇害者辯認小組的演習 他們分為小組,由一個督察或警長 帶領三至四名警員負責一具遺體 他們無以災難現場有大量的遺體需要處理 在現場,他們除了會影響手證之外 也會為每一具的遺體編上編號 之後就會做初步手證工作 例如看看他們身上 任何任何身份證明和文件 好 好 好 完成紀錄之後 就會將遺體送往遺體臨時收集站 好 屍體號碼 Echo 11368 11368 Body part Body part 一隻腳 Sexy unknown ID unknown 黑色 皮鞋 而對於在現場發現的一些財物 隊員也會作出紙色的記錄 收集 之後就會交去財物收集站 張欣如是這辨認小組的工作指引 是按照國際現景和國際的標準成立 所以所有的細節都必須要一絲不苟 就算是連填寫表格都要經過特別的訓練 這個表格是需要的填寫 包括記錄這個遺體生前所佩戴的飾物 幫助我們日後辨認這個遺體的正確身份 除了埃及熱氣球的慘劇之外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在去年的10月1日 南蛙島海難事件裡面 張欣如是遺體的遺體小組 亦都出動了超過250人 去辨認海難裡面的死難者 到底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工作環境呢 有些安排出來的屋內的 Logo 是在駕駛,一下子通宣 製造棉花嗎 看到即使是 yay Wrestle? 女 Insert mä,要發展進去嗎 最大的小組,現場了 我們先向這是有所謂的 既然很好了 第二個問題 也差不多了 弄完這彈,應該都可以下班 又有大件事發生 看看有甚麼事 三位,昨晚 是,是張祥 有,看好新聞 好,那我立即通知同事回學院等 先幫阿陳幫辦 剛才我收到SCIC的張Sir電話 現在DVIRU要馬上轉換 那甚麼個案 南丫島對出有兩艘船撞了 所有DVIRU的成員 要馬上回到學院等待 先幫你大概多久都能回去 我想我一個小時後會回來的 好啊 還有麻煩你通知你的隊伍 所有人都要馬上回學院等待 好,由我通知他們 一會兒我會回來的 其實你們當天分別參加過甚麼任務呢 其實我主要的任務就是在南水基地那裡 因為相關的同事就會將遇難的屍體送到南水基地 而我們災難遇害者辨認小組的成員 就會由一位幫辦或一位沙展 帶領著三至四位警員 負責組成一個小組 而每個小組負責處理一具遺體 而我們主要的任務就是詳細地記錄下遺體的特徵 身上的衣物以及財物 作出一個詳細的紀錄 而方便遇難者的親屬 可以辨認到遇難者的身份 在工作當日有甚麼難度呢 由於當日在葵涌鏈房裏面 需要處理和確認的遺體數目眾多 我們警方辨認遺體也需要一定程序 另一方面家屬在鏈房外面等候也心急如焚 我們在這兩方面要取得平衡 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在這次行動裏面又遇到甚麼難題呢 其實最大的難度 因為有不少屍體受到損傷的程度都挺大 所以就這樣拍照 不能夠清楚地辨認他們的容貌 所以我們警方就要採取更多額外的整理工作 去方便他們的容貌得以辨認 Samuel Sir 災難遇害者辨認小組的成員 經常要在災難現場面對不同的艱難和哀傷的場面 其實對於他們心理上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呢 人非草木 其實警隊的同事 為遇難者和家屬感到難過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下一集我們除了會和大家介紹 張欄遇害者辨認小組的裝備之外 也會介紹警隊心理服務課 為同事提供的心理支援服務 而下一節回來 我們亦會有澳門賭錢騙局 希望大家可以提防一下 我們下一節